他又是最强大学生,曾参加游京市井赛,万米成绩,位居日本历代第二,打破大破截保持的学生记录。 他是大学三大遗传的王牌,四度获得区间赏,他的梦想就是夺得遗传三冠王。 他是居泽大学主将,大四学生田泽连。 2022年10月10日,第34届出云遗传在岛根出云进行。 他分6个区,全长45.1公里。 居泽大学派出6名队员,分别是,一区花尾功夫,二区佐藤归泰,三区田泽连,四区山野利,五区安元太阳,六区林木崖吹。 居泽大学在第一区暂列第二,但在第二区,大义新生佐藤归泰不惧三浦龙斯,硬是把9秒的差距追了回来,将圆区间记录提升20秒,领先5秒将接力带交给田泽连。 田泽连在三区跑出23分50秒,区间第二,顺位第一。 第四区,五区也保持着低姿态,当六区的林木崖吹冲过终点后,居泽大学以2小时08分31秒创下新的赛道记录,提高了34秒。 时隔8年在夺冠军,这是学校历史上第四次获得出云一船冠军。 除了出云一船,田泽连的高光时刻是,2021年1月的第97回香根一船,他当时负责二区,以一小时07分27秒位列第七。 巨泽大学在落后3分19秒的情况下,时区石川拓胜,力拼创四大学的小野四勇术,实现反超。 最终,巨泽大学以10小时56分04秒的总成绩,获得第97回香根一船的冠军。 接力比赛就是这样,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,包括田泽连。 因为香根从来都不是英雄主义,跑好每一棒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 2022年1月的第98回香根一船,花枝二区的大三的田泽连在七公里处,超越凭借新的一区记录领跑的中央大学首岛郡,率先抵达交接点。 以一小时06分13秒拿下区间赏,这是史上第四好成绩。 最强留学生东京国际大学的耶贡文森特,仅跑出一小时07分02秒。 两人多次交手,互有胜负。 巧合的是,在36年前的1986年,现担任居泽教练的大巴木洪明也是在二区,以一小时10分0秒拿下了香根区间赏。 田泽连2000年11月11日生于青森县巴护市。 身高1.8米,体重61公斤。 中学时代虽然喜欢田径,但成绩并不理想。 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参加全国初中体育大会,在3000米项目仅获得第18名,也是最后一名。 高一高二参加高中一船,高三的时候经济水平才有了提升。 参加第18届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,5000米获得银牌。 2019年,他进入居泽大学,专业是经济学。 在大巴木洪明的指导下,大一时,万米成绩是28分13秒21。 在大二时,他的万米成绩跑出27分49秒09,位列日本学生第四名。 当时的学生记录是27分38秒31,是由大破节在2013年创造的。 田泽连心中有着更高的目标,那就是站上更高的舞台,参加奥运会。 2021年5月3日,在日本锦标赛,他不敌伊藤达燕,以27分39秒21获得1万米亚军,未能达标奥运会。 在2021年12月4日的日本体育大会,他又跑出27分23秒44的成绩,达标尤金世锦赛。 比赛中,他战胜了最强留学生耶贡·文森特,不但大幅刷新了大破节保持的学生记录,与湘泽谎创造的国家记录相差4.69秒。 2022年他状态不佳,锦标赛位列第十,在尤金,他跑出28分24秒25,位列第20名。 由于进步太快,他获得大破节的关注,两人做过一次深入的交流。 大破节评价道,田泽军的目标将来所能达到的高度,也许是我的水平,也许是更高的水平。 未来的路还很长,留给田泽联可选择的空间非常大。